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均用无人系统 上图 Gambit无人机概念图 下图 苏黎世大学采用新飞行算法的四旋翼自主无人机 随着无人系统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决定其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 有专家甚至认为 当前均用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有点类似于一部动画片中 大力水手与菠菜的关系 换句话说 人工智能正加速为军用无人系统负能 一些国家目前已展开相关研究 借助人工智能打造全功能无人战斗机 这其中 就包括一家美国公司 该公司近期发布了最新的无人机Gambit概念 与以往有所不同 该无人机为喷气式无人机 具有战斗机的气动外形与性能 能与有人战机一起飞行 以便更好地获得空中优势 按有关介绍 它可被视为无人撩机和侦察机 能在对手对有人战机构成威胁之前 在一定范围内探测、识别、瞄准和攻击对手 同时 被赋予任务后 它也能够主动出击 独立执行任务 这种功能上的大幅提升 显然与人工智能的融入密切相关 人工智能对军用无人系统的负能 不仅限于飞行器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海事自主系统研发领域 前不久 英国皇家海军主办的无人战事 十六自主系统创新演示活动中 数十个空中 水面和水下海事自主系统的同时现身 充分体现出人工智能融入其中的速度与广度 这些海事自主系统所展示的监视 情报收集 水雷清扫能力 又在一定程度体现着人工智能负能的深度 事实上 人工智能的加速负能 不仅体现在无人系统本身自主能力的提升方面 也体现在对这些系统进行研发的过程中 和运用数字工程等技术一样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能进一步降低研发成本 缩短军用无人系统 从绘图版到交付列装的时间和过程 一些实验与测试结果 也在使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种 加速赋能的重要性 苏黎市大学一个无人机研发团队 近日组织的测试中 尽管无人机飞手在赛道上进行了提前训练 在使用同样的四旋翼无人机情形下 最终 由人操控的无人机 还是输给了由该团队所研发 新算法控制的自主无人机 这种胜出 虽然是建立在自主无人机 提前数小时计算准备 且测试内容相对有限的基础上 但也足以增强 人们用人工智能为无人系统赋能的信心 折射出人工智能加持 均用无人系统的广阔作战前景